可以幫忙推廣網球這個運動 多些人接到網球 告訴他們網球對他們來說的利益有多麼多 可以培養到一個真正的港產大滿館球手 扎根香港超過100年的CRC 一直不遺餘力地為香港網球壇尋找接班人 由發掘去到培訓都一絲不苟 早在40年前 CRC已經開始支持精英網球運動員 在70年代 我們已經很主動地請本地的網球好手 用CRC的設備來做它的培育 我們由2003年開始系統化這個計劃 做了一個叫精英球員的計劃 今年我們有23位香港的網球好手 給我們邀請參加這個計劃 包括現在香港最高級的網球運動員 黃康傑 黃俊亨 楊帕朗 張寧等等 作為本地三大網球賽之一 很多運動員在CRC Open有好成績之後 都會獲邀成為CRC的精英運動員 為他們踏上職業網球生涯奠定基礎 其實我十三、四歲開始就已經有參加CRC Open的比賽 直到贏到我第一個男子組的單打冠軍 之後就成為了CRC的精英運動員 開始代表香港比賽 都參加了一個投尼師杯 全網會、全網會、拗運等大型比賽都有參加過 第一次贏的時候感覺一定是覺得很特別 而且因為很多觀眾看 始終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來講 打CRC Open這麼多人看會覺得很緊張 所以贏到也是覺得很特別的感覺 多年來CRC精英網球員代表香港南征北土 到他們退役之後 都希望將所學到的一路傳承下去 其實我退役之後 我都繼續起網球這方面發展 我現在又在CRC教導 做一個兼職教練 其實見到很多小朋友學了網球之後 其實他的自信心是好了 也都會令到他們會更加專注做事各方面 網球除了是一個運動之外 因為你打一場比賽 一場比賽當中一定有上升 網球其實可以教到我 怎樣可以落球時不可以放棄 每一球球都要追 就像人生一樣 你遇到困難都不可以放棄 慢慢找解決才會成功 近年CRC更加將培訓工作進一步拓展 Dream big and aim high 其實你要成為一個精英的網球員 那段時間是有很長時間培訓的 我們從四五歲開始 已經有青少年的訓練班 從九歲到十八歲的那段時間 我們自己要組織自己的網球隊 讓他們出外比賽吸收多些經驗 希望多年人接到網球 更加容易發掘一些新的精英運動員 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都未曾發掘過一個正正式運動員 可以打到由去打滿冠的決賽周 我希望這個是我的目標 說了一段時間了 是時候給大家看一些Quality 下一集我們就和各位一起看看 CRC精英運動員有多厲害吧 第七十屆CRC Open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9月23日下午5時就會截止 報名或者想了解詳情 可以瀏覽www.crcopen.com 或者致電2577-7376查詢 出提議 抵出 11月23日下午5時 主任 9月23日下午5時 請 9月23日下午5時 提議